位于北美和南美之间的中美洲有很多国家 当中不乏贫穷落后 但哥斯达利加偏偏得天独厚 气候好 人和善 被誉为中美洲的瑞士 是一片人间乐土 150年前 向往乐土而来的中国人 大都落脚于柠檬和Ponderance 这两个港口 他们都以建铁路和办杂货为生 转眼150年 乐土上的中国人仍然快乐 因为他们的付出并没有白费 他用一双手撑起半边天 他用一支笔画出全世界 他用一颗心踏出新生命 他们都在这里活出快乐的他乡故事 我们一起去困离 他们全世界 我们一起去困禁止 一切都很明显 这座文章这两个年 五十年前,在这些路轨上面行驶的,是一列列在往远方来客的火车。 五十年前,坐在其中一列火车远道而来的,有一个中国女人。 今日,车站荒废,路轨凋零。 但车上的女人,昔日却正值花样年华。 她的名字叫黄倩珍。 在二十岁的时候,由亲戚介绍认识我先生。 我们大家交往过,大家都很满意,就在香港结婚了,之后就到这里来了。 认识她的时候,还以为她没有结过婚。 原来她已经结过婚了。 后来才知道她喜欢赌博。 当时只知道她比我大,可是不知道她比我大这么多。 年纪大,结过婚,又好赌,三重欺骗。 站立港口,面对大海,当年的黄倩珍只能一脸枉然。 当时不知道怎么办,很彷徨,到底是要回去还是留下来。 可是,我们是在传统家庭里长大的,从小教我们的,就是从一而终,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人。 入乡随俗,出水随弯,习惯了。 这里的生活啊,简直就是很孤独的,可是慢慢地习惯了,也就,也就无所谓了。 左一句从一而终,又一句入乡随俗。 这个中国女人,默默地在他乡守住这个家。 在家里,带孩子做饭,还有帮丈夫打理生意。 后来,后来就很快地三年生了两个,不,生了四个。 守道跟丈夫生了四个儿女,守道丈夫跟前妻分开,以为守道一个明天。 结果守了十一年,却掉进人生的谷底。 这是自己的命嘛,也没什么好怨的,而且,他都过世了,连一句,一言也没有。 这里是宁萌城的华人公墓。 在这个省去世的华人,大部分都葬在这里。 黄茜珍的丈夫也不例外。 四十年来,自己的丈夫一直长眠于此。 但是四十年来做妻子的,却始终一步也没踏进过这个墓园。 我不想去伤心地,不去伤心地的理由。 我想这是上帝安排的吧,可是也是他自己不爱惜身体。 最后,他是因为赌博而死的,就死在赌桌上。 我真的很生气。 那天,我丈夫是在会馆,玩纸牌的时候,去世的。 很突然吗? 哎,很突然。 我听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 那个时候,孩子们都已经睡觉了。 我去看他,已经没救了。 当时,我也没什么打算。 就是要自己冷静地想一想。 死者已去。 自己,生存在世上。 当然要继续为儿女生存下去了。 虽然勉强自己冷静下来,以养育几个儿女为人生目标。 但是丈夫死时,子女最大的不够十岁,最小的不到三岁。 身处一乡,一个女人一双手,要重整丈夫的戏缘生意。 面前的路,困难重重。 管理戏院的主事者,她说你是个寡妇,你不能出来见人。 她这样说我,我只回答她说,我不是想出来见人。 我出来是为了我儿女的生活,我要出来做生意。 中国人也会欺负我,可是我以工作来折磨自己。 我一天坐十二到十四个小时,寄托在工作上,当然也寄托在儿女的身上。 不眠不休的工作,棉干叙事的关怀。 经过四十个异乡的寒暑。 今天丈夫的戏院改建为小酒店,由自己打理。 四个儿女也长大成人。 今日,这个中国女人,终于可以说一句,守得云开见月明。 每天都有数以十万计的香蕉,由柠檬城这个码头运去世界各地。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香蕉,在这个胶园出产。 哥斯达利加的香蕉,占全国出口总值的第一位。 这里是全哥斯达利加的第二大胶园。 而这个胶园的拥有者,就是黄倩珍的两个儿子。 最大的成就,就是养大几个子女。 他们每一个书读的都很好。 有了事业基础是很不容易的。 就算他们来香港,还是在美国念书,也都不容易。 我在这里做工,他们四个孩子在美国读书,都很长进。 香蕉,由布种到收成,荆棘满图。 一个女人肩负一身重担,路上的孤独可想而知。 简直没什么时间,感觉孤独是人之常情。 当然是会觉得难过了。 很难过,真的不容易过。 说起来容易,可是真的不容易。 很多事情都触景伤情。 不过,为了儿女的前途,一定要牺牲。 牺牲自己的青春啊。 用亲情换取青春,用工作填补寂寞。 黄县珍就是这样挨过去。 我不想再结婚了,因为我怕别人来拿我的东西。 父爱没办法弥补。 上帝拿走了。 其他的一切,我尽我能力来满足你们。 看到别人有爸爸,他们有爸爸,小儿子就说,妈,我现在告诉你啊,我读到初中,还每天晚上都要祈祷,我希望你不要死。 我最怕连你也死了,我就变成孤儿了。 诺大的交援,全因经营有道,才能为主人带来财富,为国家带来风足。 原来儿子的成就,全赖母亲的支持。 我还记得那一年,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非常非常的烦恼,我妈妈见到我,她便对我说,儿子,你不用担心。 我带着四个小孩守寡,你坚持下来,你现在才二十多岁,这么年轻,应该要放眼世界,事情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从这个角度看,生命也是这样。 母子情深,一个中国女人的一生取劳,换来子女的敬爱和成就,更换来自己的快乐和安慰。 不过今天,我真的很开心,我尽了我的责任,他们个个成人长进,个个都有前途。 这是一种安慰,不能再有所求了,我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上帝召我去,不管舍不舍得,人总有一次,挨也挨过,享受也享受过,吃也吃过,还有什么苛求的,多住一天也一样,少住一天也一样,最重要是责任完成了。 七十岁的人,在他乡奋斗半世纪,将来的归宿,不论他乡还是故乡,他都看得透,看得开。 命运天注定啊,半点不由人,我从这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还有什么遗憾的,这是命中注定,为什么香港人这么多,你都没有结婚,偏偏跟这么远的人结婚,做梦都没想到。 哦,竟然要到天涯海角,这是命运,很难说,我很相信命运。 中国女人的传统思想,就是有这种,自己牺牲,也要为儿女着想。 嗯,但是自己的牺牲,是一生的青春,但是没关系了,现在七十多岁了,还求什么呢? 安安乐乐,看到儿孙们也很开心。 虽然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但掌握到她的结局,已经觉得非常安乐。 下一段,另一个美丽结局的他乡故事。 这片美丽的土地,是哥斯达利家的自然景致。 我很喜欢大自然。 这是一幅既抽象又写实的,表现出哥国风情的画。 喜欢就画,经常画。 这就是把哥国景致,融入画中的人。 一个在哥斯达利家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吴广威今年71岁,1985年开始成名,目前是哥斯达利家最有名的画家。 所画的牛风格最独特,作品不仅被珍藏,更被总统当作厚礼,送给外宾。 不过在他成名之前,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夫。 一对漂泊他乡的中国夫妇的一个宝贝儿子。 吴广威的祖父母,在114年前,由中山来到哥斯达利家谋生。 与大部分当年来的中国人一样,他们选了Ponderance这个海港做烙焦点。 正因为来到Ponderance,吴广威才培养出对大自然的喜爱。 做农夫啊,养牛啊,多数啊,一定是在大自然嘛。 二十四小时啊,心都在大自然。 看着大自然的风景,你会觉得怎么样? 哦,觉得心里好像开了花一样,好像上了天堂一样。 看着牛群你也开心吗? 开心啊。 而也正因为来到Ponderance,吴广威加倍感受到中国人漂泊之苦。 打货船吧,我们中国人呢,做的多数都是货舱嘛。 做三等四等舱啊,很辛苦啊。 正由于中国人脚踏实地的思想,吴广威的老实父亲宁愿儿子务农,也不让他画画。 我爸爸啊,他不准我画画。 他不太高兴。 为什么呢? 他的想法,认为画家,画画的人啊,没什么用,会饿死。 要听他的话。 要听话。 他不准我画。 当年吴广威只敢在沙滩上用树枝作画,总算聊胜于无,约略舒展一下炙热的心。 童年的吴广威,一颗热爱画画的心被活生生地压抑下来。 但另一方面,一颗中国心却又慢慢地培养起来。 虽然是住在哥斯达黎家了,但是非常想回到中国去。 爸爸妈妈他们一辈子都想我们回中国。 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已经训练我们要回中国。 妈妈一辈子都在外面,中国从来没有去过。 我的心呢,在哥斯达黎家,而我的灵魂呢。 灵魂。 灵魂是中国人。 哥斯达黎家的人啊,说是中国话了。 我的话有一点中国的思想和哥斯达黎家的思想。 中国人嘛,从自己内心出来的,不知不觉,在画画的时候就有中国人的思想。 虽然父亲的务实思想,间接沿阻了吴广威的事业发展。 但是父亲所灌输的中国传统思想,却又丰富了儿子的画作内容。 连拿画笔都用拿毛笔的手法。 我这样拿笔,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她经常教我学写中国字。 你就习惯了? 习惯了,手势是这样,手就是这样。 画油画的时候也是这样? 画油画也是这样。 做了25年的农夫,前半生对着牛的日子,度过对着人。 吴广威除了画牛,更做牛的铜像。 因为他觉得牛的形态很美,而牛又有中国人勤劳的特性。 这点是他最欣赏的。 如果我回中国,我会用中国的泥土。 为什么要用中国的泥土去铸造铜像呢? 我自己是中国人嘛,心里有希望在中国开一个展览。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是中国人喜欢嘛,我就会很高兴了。 后来,你爸爸是不是高兴你画画呢? 最后,他很高兴。 如果要比较自己的话,由不值钱变成值钱,即父亲对自己画画,由反对变成赞成。 后者的前后变化,对吴广威来说,意义更大。 父亲的认同是他最大的满足。 有一次,看到有人来向我买画,两万五千块钱,给我这么多钱。 我爸爸在,我就给他看,看见我的钱了。 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啊,都是画画的。 他就说,不要浪费时间啊,你早点起来,画多一点。 一幅画代表了自己的天分,一幅画代表了自己坚持多年的美丽成果。 但是这个成果之所以美丽,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了他乡中国人,一向追求的名城历旧,光宗耀祖。 而是因为他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画画。 喜欢做的事就是画画嘛,喜欢到好像是呼吸一样,有时候十二个小时也会有,一天十二个小时啊,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都不记得了。 好像很快一样。 没有中国人的包袱,也没有名利的枷锁,只是一心一意地做个快乐的画画人。 70年来,在哥斯达里加生活,从没回过祖国,只去过一次台湾办画展,而香港也只曾在年轻的时候读过三年的书。 香港啊,我已经有五十年没有回过香港咯。 我还记得沙田这个地方,有个叫老马师曾,新马师曾。 我很喜欢香港,我记得五十年前的香港,心里很想回去了。 我画了一幅画,叫哥斯达里加的月亮,将来如果有机会去香港的话呢,我就会画香港的月亮。 这位出名的画家,成名之后平淡的生活依旧平淡。 这个开心的画家,不论是否成名,他的故事注定有快乐的结局。 同一块快乐的土地,另一个快乐的结局。 他无亲无故,漂泊他乡,希望读书创业。 结果走入歧途,十八年后重新起步。 那时候很伤心,啊,很辛苦,很惨,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下一段,另一个他乡的故事。 一眼望去,即使在哥斯达里加的首都圣河西,只能见到错落有致的矮小楼房。 这里不仅没有摩天大厦,连正式的地址都没有。 要寄信或者指示司机去目的地,所谓的地址就是以目的地附近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作为标志。 比如说,某大超级市场左边,二十米的灰色楼房,或者某戏院对面近红绿灯的黄色楼房等等。 别看这里缺少大都会式的高度繁华。 这个国家的精神文明相当进步,市字率有百分之九十,是拉丁美洲各国中最高的。 这里和谐的宗教气氛,带给人祥和的生活态度。 各国人的平均寿命有七十四岁,是世界第三长寿的国家,仅次于日本和法国。 这里有润泽的气候,丰富的资源,国家的命名,Costa Rita,就是Rich Coast,富庶海岸的意思。 各国人未必富有,但绝不挨饿,因为单是它盛产的香蕉,就可以养活全国的人。 不过偏偏有个中国人,在这片附属之地,有过一次毕生难忘的哀恶经历。 那个时候,我是在制衣厂做翻译,那是香港人开的制衣厂,我替他们做翻译。 正好呢,是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同事,他们都回了香港,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家。 那天我睡足了二十八个小时,没吃过饭。 那时候的感受怎么样?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躺在那里,非常伤心,因为太饿了,反而睡不着觉。 我就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不断思考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坐在昔日尝尽哀恶滋味的这张床,来自香港,现年四十三岁的李建勋,他的心仍然是痛。 更不堪回首的是,他自幼孤苦无依,父母先后舍他而去。 原本想在他乡闯荡人生,结果几乎毁了自己的一生。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亲戚啊,都很疏远。 他要我叫他表哥,好吧,我就叫了。 他在邻近的尼加拉瓜要回香港玩,他说要找个人过去帮他的忙。 所以那个时候,他顺便就把我带了过来。 呃,然后那边开始打仗,发生内战,我自己就买了飞机票,然后就过来这里。 自己一个人啊? 自己一个人过来哥斯大利家。 来的时候身无分文,不过李建勋坚持半工半读。 当时,他搭住在厨房旁边的家建宿舍。 日子虽然过得辛苦,但是少年十八,总是壮志骄扬。 想起将来完成大学学位,想起将来的光明前途,受苦,哀穷,都是值得的。 可惜这一切都毁于一个赌字。 大部分都是找一些餐馆啦,中国人朋友啦,他们去赌,然后我就跟着去看。 这一赌啊,我就总共算起来呢,从我开始赌,一直到借赌啊,足足赌了有十八年。 这一路就沉迷下去,是越赌越深,越赌越深。 越赌越深,有的时候呢,我可以赌到三天三夜,都待在赌场里面。 赌,我赌,什么都赌,十三章啦,排九啦,二十一点啦,打麻将也打,但是太浪费时间了。 哥斯达利家的赌风并不盛行,但是大小赌场都有他的足迹。 少年壮志一去不返,在他乡,当日的年轻人今日不如中年,输的不仅仅是血汗金钱, 还有无法追回的光阴和前途。 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不要说什么名气了啊, 我相信整个哥斯达利家的人都知道我很好赌的。 那个时候你没有念书了? 呃,也不是完全没有,有读,就是读读听听,读读听听的。 有一次要考试,第二天早上八点考试,我一直读,到七点多钟才到学校,我又没问过书, 那么结果当然是不及格啦,不及格就没办法升级啦。 哥斯达利家的当地人或者都会穷,但他们穷得乐天知足,活得依然快乐。 相比之下,李建勋一样是穷,但偏穷得不甘心。 越穷越赌,越赌越穷,赌徒生活绝不快乐。 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开心,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开心啊,什么事都不用管, 我自己想怎么样都可以,没人管我,于是我就越赌越深,越陷越深, 越输得越多呢,就越想赌,让他赢回来, 可是就输得更多,就希望再赢回来,就变成了越赌越输,越赌越输啊。 那时候我自己赌到,赌到最后啊,自己都心寒了。 我走在路上看到朋友,他们一看到,哇,转头就走,我心里很不安,睡也睡不着, 呃,精神很颓丧,整天都觉得很寂寞,因为那个时候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知心朋友。 童年失去父母,少年漂泊他乡,青年沉沦赌博,过了三十三年孤独黑暗的日子, 能够布向光明,是三年前的事。 这三年,他出入教会而掘击赌场,餐馆的工作也辞掉,转而投身于保险行业。 公寓之辖更努力进修,希望在各国还未成熟的保险市场,发展自己的事业。 李建勋之所以能够痛下决心,戒掉毒瘾,源于三年前的一件事。 那次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当中啊,最大的一个转捩点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开车,本来是想直接开回家去的, 在路上呢,左转有几间赌场,以前的话,我会不知不觉的,很自然的啊,就进赌场去赌钱去了。 可是那次我走了一半,好像突然间自己就清醒了,好像有一个声音叫我,让我整个人突然清醒,我在想,我在干嘛呢。 虚值光阴十八年,这个中国人觉醒之后,更了解要积极的把握将来。 现在整个情况都不一样了,会有工作上的压力,自己呢,也会有自己的理想,像以前我就没想过,明天到底要干什么。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除了要积极赚钱,把债给还清之外呢,我也想存一点钱,将来可以养老啦,成家立业啦。 现在想想里面还有这么多人沉迷在赌博上,我现在在想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来。 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经历当作是个样板,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 曾经好胜,他的经历是不少中国人的写照。 曾经放纵,他的感受是不少他乡中国人的心声。 浪子回头,他的故事是中国人在他乡刻骨的教训。 做生意失败,说不定有人会可怜你,但是明明知道你做工赚了钱,却因为赌博输光,才沦落到这个地步,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可怜的。 我自己真的非常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让我回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哥斯达利家 有两个跟生命搏斗的中国人 一个走过沧桑 抱着缺陷笑看人生 一个历经悲伤 只想了结余生 下一集继续寻找他乡的故事